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诗篇有许多不同的演绎 游行的 有趣的 触动人心的 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 我们很难想象被强行带离家园的感受 但诗篇的下一部分勾结了我们对另一个角度的兴趣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 我若忘记你 请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邪乐的 请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堂 诗人在纪念耶路撒冷 也许像许多基督徒一样 你和我都从未去过耶路撒冷 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 我们怎么去想到关于耶路撒冷 我们如何纪念耶路撒冷呢 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将几个课题与耶路撒冷联系起来 让我们回顾其中的三个方面 使我们更了解耶路撒冷 并更好地理解这首诗篇 并理解他在圣经中的重要性 甚至对你和我的重要性 第一 它是一个敬拜中心 在颁布律法期间 上帝将以色列人指向一个他选择让他们聚集的地方 但主不只是要他的子民去那里闲逛 他要他们到那里去敬拜他 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凡祭 平安祭 十分取义之物和手中的举祭 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 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你们和儿女 徒币 并住在你们城里无分无业的立位人 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 你要谨慎 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处献凡祭 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 你就要在那里献凡祭 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这是在《生命纪》十二章十一至十四节 数百年后 上帝通过大魏王的王朝 将这个地方确定为耶路撒冷 历代之下六章六节说 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名的居所 又拣选大魏治理我民以色列 上帝这么做 是直接将耶路撒冷与对他的真诚和充满意义的崇拜联系起来 当以色列和犹大在罗伯安王和耶罗伯安王的统治下 经历分裂时 这种关联的力量得到了认可 耶罗伯安建立新的拜偶像之地 使人民不再去京城耶路撒冷敬拜神 他造了两支金牛犊放在北方供奉 向人民公然宣称 这金牛犊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神灵 耶罗伯安的罪行 最后成了上帝责罚离弃神的猎王的经典之罪 圣经记载了许多这些背弃神的罪行 比如耶罗伯安所犯的罪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 犯他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这些经文记载在《立王记》上15章 后期的罗伯安也任凭以色列人立筑像和木偶 耶罗伯安开始了牛犊敬拜 罗伯安则开创以色列国多神教 公开多神崇拜的第一人也许是受亚门人母亲的影响 他带领犹大人采纳各种根性有关的可憎的崇拜仪式或习俗 国中甚至有鸾同出现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必须寻求上帝并遵循他的指示 才能在敬拜中取悦他 主在地上的施工期间教导说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我们的敬拜应该只是对上帝 并且需要注意以正确的方式敬拜他 马太福音四章十节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是奉他 第二他是圣灵的居所 大卫家还负责 在耶路撒冷设计和建造上帝的圣殿 这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后勤 公益和动用财富的工作 上帝选择了他 并使他成为圣洁 毕代之下七章十六节 现在我已选择这点 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涌在其中 我的眼 我的心也必尝在那里 当约贵被带进第一座圣殿时 圣职人员用歌声赞美和感谢主 有一瞬间 祭司们甚至无法继续下去了 因为这座房子 这座圣殿充满了上帝的荣耀 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字节 并不分班共职 他们出圣所的时候 歌唱的立位人亚萨 西满 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 都穿系麻布衣服 站在弹的东边 敲伯 古色 弹琴 同着他们有一把二十个祭司吹号 吹号的 歌唱的都一起发声 声和唯一 赞美感谢耶和华 吹号 敲伯用各种乐器 扬声赞美耶和华说 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那时 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共职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 充满了神的殿 使徒保罗写信给一个教会的会众说 他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 住在他们里面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说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作为这座圣殿的一部分 保罗教导哥林多人 首先要将自己视为圣洁 尤其是避免不端性行为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至十九节说 你们要逃避淫行 人所犯的 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基督徒应该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 来效法耶稣基督 以荣誉和尊重对待自己 但是单单基督徒只是圣殿的一部分 它必须是一个合一的圣殿 因为有一位圣灵住在其中 如果房子被拆成许多块 四分五裂 它就不是一个房子了 这样的房子年久失修 无法居住 以福所书四章三至六节说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 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障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分裂和罪恶的滋长 对于上帝的家庭 是让人感到惭愧的 各地的基督徒 都应该寻求修补破裂的关系 在事动中互相照顾 并屈服于圣灵 以产生一个更加合一的上帝教会 第三 充满希望的未来 亚伯拉罕凭着信心 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 所建造的 上帝为他的子民 预备了一个未来 而这一切的核心 是他已经准备好了 耶路撒冷 在神的国度期间 耶路撒冷将成为 各国人民的目的地 从这座城市 上帝的话语将传给每一个人 所有活着的人 都将有机会认识上帝 并走在他的道路上 从耶路撒冷开始 和平将在整个地球上扩展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壁建立 超湖珠山 高举过于万岭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网说 来吧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阁 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会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 必处于耶路撒冷 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 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梨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 弥加书四章一至三节 那时 耶路撒冷将重建一座实体的圣殿 就像以前的圣殿一样 它将充满上帝的荣耀 祭品将从这新圣殿上献给上帝 它将成为全球敬前敬拜的中心 在更远的未来 一个全新但熟悉的城市即将到来 一座不是由钢铁和砖块建造的城市 而是由灵建造起来 这座城市就是新耶路撒冷 它将成为新天新地的一部分 然后上帝会擦去每一滴眼泪 死亡 悲伤和痛苦都会过去 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至四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哪神的账目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这个伟大的未来 是有力的盼望 是上帝子民的动力 我们克服考验和艰难时期 去感受 看到和触摸这个未来 西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说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置摇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很多人都希望 有一天能够到访耶路撒冷 但对基督徒来说 无论是否去过那里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这座城市是贯穿圣经的敬拜中心 作为基督徒 我们今天必须继续真诚地敬拜我们的主 多年来 上帝用他的灵使 耶路撒冷的圣殿成圣 就像他现在用他的灵 将追随者分别出来一样 那些有圣灵的人 应该彼此相亲相爱 彼此联合 耶路撒冷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 福音信息的一束光 预示着全人类的和谐与欢乐的未来 让我们学习高举 永不忘记耶路撒冷的教训 你要记得耶路撒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